我们现在呢 有个非常简单的系统 我们在一个盒子里头 放两个方块 这两个方块exactly一样 质量都是M 假设呢接触面没有摩擦力 然后呢它跟前面的墙壁有个弹簧 两个当中又有个弹簧 跟侧面的墙壁又有个弹簧 假设弹簧的系统呢是K K K 假设一开始呢 你把第一个呢 做一个小位移X1 对第二个也做个小位移X2 然后把它放掉 发生什么事 那就开始震了 对不对 好 请把它解出来 好 所以这个人好不好解 我们要解之前 我们要先列方程式 列了方程式我们才有办法解 对不起 所以呢 非常简单嘛 从理论力学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要solve 我们必须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步 construct 那个equation of motion 先把运动方程式写出来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把它解出来 solve 第一个 对不对 但是呢 它有两种解决的方式 第一个方式呢 if the motion 先解决啊 计算 这两个独立运动的状态 假设他们独立的 我只看一个一 我只看一个二 或者呢 我们可以解决怎么样 solve the motions with common mos 我们要做这两个 然后再交互看 这两个有什么意义 建构 这个equation of motion OK Now from the second law the Newton's second law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学的最简单的 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 刺激等于反应 反应等于刺激 ma 等于submission f 右边是刺激 左边是反应 OK 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但因为我们在那边运动 只有一维运动啊 所以我是定义这个叫做x 那我的这个向量呢 立刻就会变成m ax 等于submission f 就这么简单 a是什么 是反应 假如说我从位置的上面来看的话 我就可以写成为 m x double dot 等于submission f 我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就简单了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看 我们有两个物体嘛 所以呢 一定可以写出两个方程式出来 那我们现在看看 第一个物体 m1 m1就是m x1 double dot 跟t有关系的 一个equation 对不对 我干脆就写 好 没关系 我这样写 它会等于什么 力量的 the sum 它收到什么样的力量 它收到两个弹簧的 力量 所以我们先想想看 假设第一个 它叫做1 它叫做2 第一个 往右动 往右动 那你告诉我 对左边这个弹簧发生什么事情 它被拉长了 一拉长之后 弹簧对这个block的作用力 是往这边拉了 还是往这边推 往哪边 往左边拉 是不是 那我们刚刚定义 正向是在x 是右边 所以现在力量往左 那我们要给它一个什么负号 负号 所以第一个是负号 反正是浮克定律 负的 k乘上x1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这个弹簧对它施加利亚 就要看这个弹簧是伸张还是收缩 我怎么知道它是伸张还是收缩 这简单啊 我把它的位移 减掉它的位移 看它是正是负嘛 假设x2减到x1是正的 就代表这个弹簧被怎么样 拉开来了 假设x2减x1是负的 那就代表怎么样 会被压缩 了解吗 再讲一次 x1不是它的位移吗 x2是它的位移 假设x2减到x1是正的 就代表2 这个第二网右位移的距离比较远 这个距离比较短 所以弹簧本来这么长 现在被拉整这么长 那当然力量是网右 right 管它正负号 由它自己决定就是了 所以这个弹簧一旦被拉长之后呢 对这个施加力量是网右 所以正向加上k 乘上x2减到x1 对不对 第一个式子写出来 第二个式子 第二颗呢 也是一样质量是m 所以我没有写下标 它收到什么力量 两个弹簧的拉力 一个是左边的 一个是右边的 对左边这个而言呢 它到底伸长还是收缩 完全看这两个的位移量 我们管它三七二十一 x2减到x1 因为刚刚是这样减嘛 假设x2减到x1是正的 就代表它是伸长的 伸长的意思 这个弹簧对它要往左边 拉一个力量是哪个方向 负x方向 第二个收到力量是右边的弹簧 右边的弹簧呢 假设你x是正向的 就是把弹簧往下压 那弹簧给你一个力量 朝向哪边 朝向这边 所以是负的 kx2 写完了 简单吧 equation of motion就出来 当然我们要稍微的把它整理一下 对不对 好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x1的double dot m除过来 x1放一行 x2放一行 所以负k除以m的x1 再加上k除以m 抱歉 x1有两项 对不对 这边还有一项 所以是负2 x1 x2呢 加上k over m的x2 好 第二个 这个也是一样 我m除过来 x1保留下 x1负负得正 k over m的x1 再加上x2负的 负的 所以是负的 它有两个 负kx 负kx 负2kx 除以m 负2k over m x2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 根据课本的编号 这个叫做1.8.24a 1.8.24b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很快速的把它写成矩阵的形式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右边是x1 x2 本身位置随着时间的改变 左边是它的加速度随着时间的改变 中间就是它的矩阵 ok 所以这一看起来 哇 好漂亮 这不就是我们熟知的什么 类似这样 不就是这样子一个表示式吗 对不对 我们有个omega的线性operator 将你的x转换到加速度上面 这个呢 叫做1.8.25 ok 好 现在问题是这个都还没开始解的 假设我把一个空间的位置转换到加速度上面去 那我干嘛 现在没事干 我当然想要知道它在空间上的位置 随着时间是怎么变化的 对不对 那你就需要有起始条件 起始条件给啦 他应该是对着起始条件之后有什么变化 我想知道的是这件事情 假设我们可以做得到 那就很方便 也就是说 假设我知道起始条件 我想要得到的解是任何一个时刻的解 假设我知道这当中是什么矩阵 不是很棒吗 我不管起始条件怎么变 我就取证预运作 你就得到随着时间改变的量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拼个老半天 只是怎么把它算出来 怎么去定义这个x 要按照这样的定义吗 就是说一开始呢 只有它动 它没有动 或者是它动 它没有动 的这种描述方式 或者是它没有什么共同的模式呢 牵涉到这两个的解法 OK 好 所以我们距离这个还有一段路 我们还没有解决掉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是把equation列出来而已 写成一个矩阵的形式 其实跟原来没什么两样 但写完之后就觉得好像高级很多 对不对 所以呢 好像你开一辆match呢 后面 然后前面贴一个bench的那个符号 黏在上面 哇 起起来就很爽啊 对不对 纵使不是bench 开起来也很像是bench 后面还可以贴一张条子 等我长大之后 我就变bench了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分析 这个omega 它是什么样的特性 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第一件事情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omega 你把它做个dagger的时候 你看看 你第一件事情 你看它都是实数 所以你做个dagger的时候呢 做个adjoint的时候 complex conjugate没有作用 只有transpose 但是一看你发觉它是对称的 从中心点 对角线花一条线的 负负 两边都是正 而且都一样的 所以transpose之后 等于自己 哎 它告诉我们 omega是什么 hermission OK 它这个hermission的矩阵 很棒 hermission的矩阵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它的 eigenvalue 一定是实数 到底什么是 eigenvalue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对不对 但待会我们会算 算出来 你发觉 就是它的公正频率 有没有哪个频率 是叙述的 不可能 那频率当然是实数 所以没有错 而且我们可以把它对角化 现在没事干对角化干嘛 一定有它的目的在 所以我们要做做看 但是呢 omega degger乘上omega 却不等于i 所以告诉我 omega 怎么样 is not an unitary matrix OK 它并不是个unitary的矩阵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思考看看 我们要怎么来解答 假如说 我们从一个地方开始 我能不能把这个动作 比如说你看看 从这个地方 我x1的运动啊 不只是跟我x1有关系而已 我跟着你的x2有关系 记住x1x2指的是 位移量 在这边 也就是说我的行为 不只是跟我有关系而已 也跟着 另外一个对我的东西 对我会有影响 所以很复杂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啊 for a type solution two bases can be set 比如说第一个 我可不可以set它是e e的意思是什么 第一个物质 第一个移动一个单位 第二个不要动 或者是第二个行为 第一个不要动 第二个动一个单位 这个这样太浪费空间了 我写在这边 我可以这样子写 写完之后怎么样 我就可以开始来解它啦 对不对 解它 我希望呢 解出来的东西呢 比如说x1x2 这边有x1x2 所以这个x1x2的 建构呢 一定是等于第一个 第一个只有跟e在动而已嘛 跟x1有关系 x1的移动量 第二个 跟x2的移动量有关系 这样子我才可以建构出 这个东西出来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好像说 我还没有解之前 我就要知道这个是怎么解的 所以 不是这么样的简单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发觉它全部卡不起来 没有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能不能从第二个 回过头来看 所以我们呢 for type b的解 OK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说 它可能有个比较 简单的模式 我就不要去看 一是怎么样 二是怎么样 我集体去看 它们两个的模式 然后我到时候 单独来评断就好 OK 有点类似说 我想填志愿的时候 我不会去填说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个 很漂亮的女生 然后呢 我们去填中山大学好不好 没有人会这样子嘛 对不对 它一定是 会啊 OK 那果真是不一样 好 我们基本上看到的是什么 中山大学这个名称好不好 对不对 台大这个名称好不好 然后你去填那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学校的风貌 我们能不能也 整体来看它的风貌 得到一个结果出来 这我们得得到 那我们来定义 两个 basis OK Define basis one 跟二 OK 这有什么好处呢 那么这个时候 Omega is diagonized 它是被对角化的 这有什么意义 当然有意义 OK 我们来看一看 在我们真正开始算之前 好 我们 好 这个时候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望呢 有个Omega 它作用在第一个的时候 会得到一个 跟第一个有关系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Igonvector 中间是个Igonvalue 但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先假设Igonvalue 是这个形状的 负Omega I平方 而不是 像一开始 这边假设 这是Omega 但是事实上 刚开始解 当然是 要这样子假设了 最后一个一个分辨 最后你发觉 这个形式最简单 OK 你要是搞不太清楚 请你去看 这个PTE的部分 OK 好 然后呢 作用在第二个上面呢 它也很单纯的 得到跟第二个有关系而已 得一个运动方式 它是负了 这样子 哇 可以这样子 那就代表 你的这个因素 跟另外一个因素 不会互相卡在一起 是独立的 OK 那么 这个时候 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 OK 好 我们来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 好 为了要解决这个 Omega 为了要解决这个 我们知道 一件事情 Omega在这个时候呢 你要解它呢 你要把它当作一个 EigenValue Problem 就类似这样子 EigenValue Problem 这EigenValue Problem呢 你会有一个特征 方程式 根据前面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就不太一样 这个地方就要加过来 Omega 平方 I 等于零 好 请记住一下 这个是罗马数字的一 因为这边有写这个 Kit的形象 所以它只是代表number 这边这个I代表是identity 这个是operator OK 所以呢 我们对Omega做这件事情 这一做了之后呢 非常快速的 你就计算出 OmegaI会等于什么 更好k over m Omega2呢 会等于更好3k over m OK 反正这个很快嘛 你们自己算一下 就算出来了 然后它相对的 这个呢 会等于什么 EigenValue Problem 会等于 更好二分之一的 E1 这个呢 会等于什么 更好二分之一的 E负1 好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前面有说 假设我们用这种表示式的时候 E代表第一个指点 运动一个位置 一个单位 第二个指点不懂 这个代表第二个指点 抱歉 运动一个单位 但是第一个指点不懂 但解到这边之后 我们发现有一种模式 是两个一起动 E1 这两个动的方向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两个方块呢 怎么动 它要么就一起动 往这边震 震完之后 再震回来就是了 所以就相当于说 我们这两个指点 有一种震荡的方式 是这样子 中间的距离不变 OK 这个时候震荡的 频率是多少 脚平均是更好 OK哦呗 你说废话嘛 这当然嘛 我把他拿一把刀 咔嚓 切断了 把他折过来 那是不是相当两个 两个东西变成一个 然后旁边有 两个堂皇在拉 对不对 是不是变成单指点在动 大家一起动 下面的这个呢 一看我们就知道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上面是震 下面是腹 就代表说要么 他们两个人是互相运动的 因为运动方向要相反 或者两个人互相离开 所以就代表说 我们这个指点在这个地方呢 他会这样 相对运动 OK 所以我们就解到两个 震动的模式 这个想起来也很单纯 你有两个指点 你要一个指点 只有一个震荡的频率 一个震荡模式 两个指点有两个震荡模式 三个指点有几个震荡模式 三个震荡模式 四个指点呢 四个震荡模式 假设一条线 是一个墨尔数呢 亚伯加绝常数的颗粒呢 你有几个模式 n科就是n的模式 对不对 不过这个只是one dimension 假设 two dimension呢 乘以二 three dimension呢 乘以三 对不对 所以意思就代表 你真正去解一个东西 有n科的话 你要列出 三n个连力方程式 两个已经快解不出来 一解到三n个 简直快疯了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 可以有简单的看法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要你们呢 去看一题 题目 也不是题目 我要你们去翻 ketail 这本固态物理 大家都修过吧 ketail 没有修过 有人修现在的 拧体吗 没有 有人知道 有一本固态物理 叫ketail 有人不知道的举手 OK 好 请放下 假设你没有 因为我们系上 都是做固态 你起码要有一本 读固态的圣经 对不对 你不要说读到 硕士班毕业 听说你们都要 对ketail很熟 ketail是什么 那就有一点 不太好意思了 知道吗 ketail的 第四章 他一开始 针对的是 一个固体 这个固体啊 只有一种组成 比如说silicon 大家都是silicon 他先给你 很简单 他只是个方形组成 请你下去研究 他里头的振动 模式 因为呢 第四章 第五章 他要问你一件事情 我们传热 怎么传 热怎么传过去 比如说好了 你摸到金属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 金属传热很快 绝体传热怎么样 很慢 但是他还是会传热啊 谁负责传热 为什么热会从那端 传到我这一端 为什么 小学也学过 你有对流 有传导 有辐射热 我们就不管辐射嘛 有没有对流 固体有对流吗 有没有对流 没有对流 没有看过一个杯子 自己在对流嘛 对不对 所以固体没有对流 但是还是可以传热啊 我们说这个叫传导热 但怎么传呢 他热子如果从A传到B 他就靠着波动 把它传过去 OK 当然电子也可以传啊 电子跑到这边 接受到热热 哇热情如火 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抱个冷的 把热量传给他 也会 那是第六章第七章的事情 那是好像第八章吧 金属的时候 但是第四章 他就告诉我们 当你碰到这么多指点的时候 我们这边只讲两个指点 你如何处理它 这是第一个技巧 我们不再去看 单一个指点的运动 而是看集体运动的模式 那你如何建构个 集体运动模式呢 建构出来的方式 跟我们这个几乎一模一样哦 写法几乎一模一样哦 请大家去看一下 你就比较知道 这要怎么弄 但是 他的解法 跟我们这边解法 会有个很大的不一样 运用的地方 我们这边不讲那个东西 但在材料里面一定要讲 假设你有个波 我问你一下 你拿一条绳子这样抖一下 那这个波会不会再传来传去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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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停 很难嘛 它会消灭掉 但是一个物质里面的震荡的波 它是不会消灭掉 为什么 什么时候不会消灭掉 它要形成什么 对 记不记得你们做演习课的时候 要是中山大学 常常都要去磨那根铝棒 铝棒震得好大声啊 对不对 因为它形成祝福 那这个条件怎么运用进去 最后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代表什么意思 我请你们大家回去看 记住这些解上面都写了一清二楚 我问你们下去看跟这个做比较一下 你能不能把这边的做法运用在上面 能够得到什么 或者是它得到的information 告诉你什么样物理含义 记住这个数学怎么解都有解的 但是你们要看出物理出来 这是一题 所以这题习题的范围你可以写得很广 可以写得很窄 可以把它当作个报告来写 或者随便抄几段 这样就把它解决掉 either way 你自己发挥 ok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好来 所以我们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哇我们好高兴啊 我们好像已经看到了一个解了 其实理论力学就是解到这边嘛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我们来看看一下 我们从一个地方来看 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 这是1.8.25的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可以切成这样子 OK 假如说我们可以像右边一样的把它diagonize 照抄一下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执行这个好不好 这个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是等于什么 写在这边 d over dt 平方 x 等于 omega x 对不对 double dot就是对时间两次方位分嘛 所以是很简单 那这两边都有iagon vector 我能不能把它移过来 这是operator 所以我把它移过来 那是不是只剩下 这样子 对不对 很棒的一件事情嘛 好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看 什么叫x x由谁来组成的 假设根据这个地方 我们会有两个模式来组成 1跟2 那么我能不能 不是写在这边 我写在这个地方 我能不能照抄 然后呢 组成的东西在这边 第一个 因为我x是个一般的解 但是那边却有模式1跟模式2 我把它投影在模式1上面 投影在模式2上面 我可不可以写成这样 类似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这个是它的投影量 OK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边呢 我们是否就可以把它 这个运作进来 不要忘了这个等于0 这个运作进来 运作进来的时候 它对着它作用 它对着它作用 所以这个应该是1的分量 这是2的分量 OK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样 第一的 然后后面这边有一个完整的 第一的double dot 因为两次方未分 因为两次方未分 减掉 Om2的平方 x的double dot 等于0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 因为这两个是independent 所以它系数一样等于0 根本就没有什么话好讲 所以最后呢 最后你就得到两个 equation 以及 等于这样子 诶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去考虑运动方程式的时候 我把模式1跟模式2完全分开来了 这两个我可以单独考虑 它的运动方程式是把1跟2嘎在一起的 我在这边我可以单独的把它抽出来 那这样子理论上就会简化很多 我在谈1的时候呢 我就不用去谈2 我谈2的时候不用去谈1 那复杂的状况就有这两个去 先去排列组合 把它加扣起来就好 假设可以这样子 那就简化很多 那一旦有下面这个式子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Om4是什么东西的 对不对 我们这边也可以有解除Om4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可以写得更完整 现在呢 我要 Om4等于 抄下来 负的2k over n 负的2k over n OK 这个是右边最下面 1.8.25 它有A跟B 就是上面这两个式子 我把它抄下来 好了 那这两个式子就很简单啊 这个只是很简单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 这是什么温方程 二次 二次温方程 对不对 但是它并没有连力啊 因为是互相独立的 所以呢 你要是就好像你看到有一个 x double dot 减掉Om4的x等于0 那马上就把x算出来了 所以 你马上就得出来 x会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怎么算 等于什么 这会不会算 会不会算 我们以前在 就是说 let 它等于exponential 比如说lambda x 把它带进去 对不对 所以算最后就算出来了 OK 好 不管它了 现在要算快一点 没有太多时间 i 前面有两个 OK 我可以是 xi 在0时候的状态 跟cos 我们一个it 它的解就可以写成 这么简单 i可以点1 或者是2 1.8.36 OK 我们就可以解除 这种形式出来 那这一看就是 这个就是个 simple harmonic的一个解嘛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xt 我可以写成怎么样 1 在xi initial 就是它的解了 cos omega et 再加上 第二个 x20 cos omega 2t 这个就是它的解的形式 1.8.6 3.7a OK 好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任何一个 我都可以用这两个来拼 因为它是单独的模式 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 但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模式下面的initial condition 而不是我们刚刚假设的 这种initial condition 这个是说 它动多少 它动多少 这个是 两个一起动的 或者是两个相对动的模式的 那你怎么知道是多少 那简单的 我先把它投影上来 投影上来 这边是x0 这边是刚开始的 整体的x0 我把它投影到 1的这上面 后面的乘上cos omega et 这边也是一样 2的 我把原来的投影上来 这样子 就可以了 当然 讲起来好像就可以 但怎么投影 我们待会会算给大家看 OK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 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x0 没关系 这个待会再讲 OK 了解吗 所以请记住一下 我这边把符号写一下 x0 OK 代表的是什么 M1 即M2 是起始 起初位移 但是呢 这个xi呢 或者是x2呢 是指怎么样 模式1 看中文会不会比较容易理解 模式1 即2 之 起初位移 起初状况 所以假设要写成这样子 我们还必须要把initial condition 从原来的把它转换到 我们这个模式1模式2 这个到时候 我们再看看怎么解 假设能够解到这一个 就代表我们的解解出来了 我们的解呢 就是由起初条件 来做决定 我们知道起初条件 带到这个公式里面 就可以得到它随着时间改变 任一个时刻的变化 好像这样子就可以解出来 对不对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需要哪几个步骤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们看看 最后 因为你看 这边只可以给你 Omega而已 它不晓得 Final解是什么形式 从这边 它已经告诉你 Final解就是这种形式 所以那边 Omega得到你多少 由你这边算出来的Omega 模式1模式2呢 由它来做决定 对不对 OK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了解 那X0是什么 X0不就是它的原始位移吗 是什么 这个就是0嘛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类似这个样子 那么其他全部都可以建构出来 好 那这样子 我能不能够在这边呢 把它建构一套 解的 我们把它稍微写一下 to solve XT out from XT 所以这个是起初的 这个是任意时刻的 那你要怎么做 step 第零个 当然你要写下 我把中英文并成 好吧 这样写下 速度比较快 这边可以写英文 construct equation of motion 就好像我们把运动方式列出来一样 step 1 solve omega omega 小omega 以及 omega 相对应的 iPhone vector 就好像最右边一样 ok 解出来之后呢 step 2 其实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知道 任意时刻 用它来表示 我们要解决XT 由X0来表示 所以呢 现在的解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 把这个式子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解啊 那这个式子里面有什么不知道 omega已经解了 这个系数还要把它解出来 因为这个也解完了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omega 大一大二 就是这个 那么现在要把系数解出来 calculate 比如说这个 它会等于怎么样 1对X0的内积 对不对 那下面也是一样 算完之后呢 你的0 你最后呢 得到一个完整的解 step 3 就是把那个式子抄下来 加上 第四个 这个解好像看起来也不错 它已经解出来了 但是我们很希望 最后面就是 得到一个类似这样子 然后这边呈上了 什么样的一个矩阵 直接就把它transfer过去 solve 我们把中间这个叫做u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执行看看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解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equation of motion 已经列出来了 第二个 要解 eagon value eagon vector 解了 在这儿 第三个 要把它投影量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那个是step 1出来了 step 0 早就有了 这个是step 2 step 3 不对 这是step 2 因为我是从0开始 step 2 我们必须要计算 xi 0 是等于什么东西 根据那边会是i 你把x0投影在上面就好 什么是x0 因为x0 x0就是最起始的状态 最起始的状态是 第一个运动了这么远 位移的这么远 这是起始吗 一定是t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第二个 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什么是1 已经算了 在哪边 根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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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1 E1 对不对 所以一来呢 xi 0 会等于什么 i 内积 x0 所以i 它是block 一定是这个kit的transfer 因为它是时数 所以不用complex conjugate 在乘上这个 所以马上算出来了 它会等于什么 这边 这边还是 这只是瓜五 ok 它可以写成这样 所以你x1就算出来了 同理你可以算出x2 x2是投影在2 2是1 2是1负1 那这个一样 画两杠就好了 因为得到类似的 因为得到这样子 所以最后面step 3 把它建构出来 step 3 就告诉我们说 xt 随着时间的变化 会是什么 1跟第一个模式 有关系的 后面乘上 x1 然后再cos 那这个就是等于 更好而写在这边 加上第二个 cosω2t OK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的起始条件 是这两个 我们一开始只知道m 只知道k跟x1 x2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相当于 你这边有起始条件 在这边 OK 那omega呢 是你解出来的 这个是模式 你就得到它 随着时间改变 所有的东西 OK 但是还是还没结束 我们希望能够 拼出这么漂亮的公式 对不对 那它就很方便 我们能不能把它拼出来